一說起《方世玉》,世人的腦海裡就潔浮現出影視作品中,李連傑所扮演的《方世玉》形象,拼對李面棄與軒昂,武功超傳的清朝少俠方世玉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畢竟很多人都是通過電影,才知道《方世玉》這位行俠仗義的少俠,而真正了解《方世玉》這個人物的朋友,則他認為電影中只是一種揮說,因為歷史上真實的《方世玉》並非如此, 在民間流傳著《借摸》一個說法,清朝歷史上的《方世玉》,確實是一位武林高手,只是讓人難以想像,將他這樣的武林高手竟然英年早逝,死的時候才二十四歲,正是青莊年時期,以他練武的身體素質,應該不是病死的,事實上也確實不是,雖然他一身同根鐵骨,結果死因卻極其屈辱和刁人,竟是被一個師太踢中江門而死。 那麼這位師太是何方神聖?為何會對《方世玉》這位少俠,下如此死手呢? 下面分四個階段,帶你了解真實的《方世玉》。第一階段父母老夫少妻滿月嚴格教子,首先《方世玉》的父親方德,表面上看是個做絲綢生意的商人,實際上也是非常的尚母。 他的前妻為他生下了兩個階子,分別是方孝玉和方美玉,先後都被他送進了少林子。據說,這兩個階子也是著名的少林十虎之一。 另外,方世玉的母親苗翠花幾乎是人盡皆知,不近擁有一身的好武功,而且在年少侵蕩江湖時,留下了俠女的美名。 方德在六十歲的時候,遇到了十六歲闖蕩江湖的苗翠花,二人可謂是一見鍾情,結果方德一樹梨花押海棠,苗翠花不久,便生下了方世玉。 老來得子本應該寵愛,但苗翠花不是慣孩子的家長,他一心想把危子培養成武林高手,在危子江滿月時就開始了魔鬼訓練,江江滿月的方世玉,被他狠心的母親苗翠花,用鐵醋惡水洗醋。 之後船用板條抽打,估計也是逐漸遞真,由輕到重的抽打,否則應人那麼嬌嫩的皮膚,肯定剛受不住。 不過這些都是後人推測,只知道後來由竹條換成了鐵條,逐漸練就了一副剛臭的身體,經過苗翠花一整套的嚴格教指。 方案下來,年滿十四歲的方世玉周身盆襟牢骨,堅實如鐵,都撐不入,另外十八般武器那是更不在華夏。 第二階段少年生性好斗,杭州一戰成名,苗翠花只知道教方式與武功,卻忘記了提醒他低調造人,方世玉充小就成為了雙中的土霸王。 生性好斗,打架都是家常便凡,一言不合就牽卓子的脾氣,在雙中可謂是人人忌憚。 畢竟人家的武力值在那,誰沒事去野方世玉土打呢?所以方世玉少少年紀,在雙中就頗有名氣。 方世玉在十四歲的時候,老爹方得決定領他到大城市杭州,現見世年,結果碰到了擺擂台的雷老虎,雷台的兩邊掛著拳打廣東全省,腳踢蘇杭二州的挑釁標語。 方世玉本來就生性好斗,當時看得這樣奧章的標語,那是頓感氣憤,不過以話沒說,就直接上台要與雷老虎打雷。 雷老虎見方世玉,只是個與臭味乾的無孩子,就沒把他放在眼裡,結果一交手才知道,對方是個武功高強的練家子,等他想重視方世玉的時候已經晚了,方世玉棄弄他一番之後。 絲毫不給他反抗的餘地,在方世玉一讀少林權的招呼下,直接擊敗了雷老虎,拼且船把他給打死了,方世玉因此一戰成名,但除之而來的麻煩也來了,第三階段少林無當舊遠世玉又惹身仇,按理說在江湖上擺擂台,打打殺殺死人都是難免的事情,不至於小提大造而惹出了麻煩,可事實際上這個麻煩相當大,任誰也不愧想道。 打過擂台,竟然引起了少林與武當,兩大門派之間的約架,這個事情要從方世玉的外祖父,也就是苗翠花的老爹苗顯雪喜,苗翠花的武功,來自於他老爹苗顯的精心傳授,苗顯的名字,引起來沒有他的女人愛信響良,實際上人家低調。 那是當年在當當的少林五老之日,這五位長老分別是五眉斯泰至善禪師,八眉道長憑道德,苗翰少林五老各個武功加勢,在少林子中是祖師級別的人物,但事後來在五老之中發生了矛盾,苗翰支持反清浮明。 而五眉斯泰卻主將投清,最後五眉斯泰一氣之下離開了少林,投奔了武當,留下了前輩的恩怨,而被打死的雷老虎的老婆李小環,是武當派堂主李白山的女人,女婿被人打死了,李白山肯定要討過說法,這下又列了兩子,身仇舊怨讓少林如武當衝此世不兩立。 第四階段火拼武當師泰卻被一腳踢死,話說方世玉父子兩途回了廣州,李白山也帶著女人,和一宗弟子追到了廣州,方德也好,苗翠花也疲,這夫妻二人都開始動用自己的關係,來擺平這件事,方世玉的人怨不錯,不過,算是因為外祖父苗顯的面子比較大。 少林方面對方世玉提供了大力支持,就在當時,竟然派出了少林十虎之手紅器官,方世玉等人開始在廣州各地挖分地盤,以此打壓武當勢力,在隨後的十年時間來,雙方會有勝負,各有傷亡,少林與武當的仇恨也越積賺越深,直到少林十虎之一,胡維乾的父親被打死,他衝動之下要為父親報仇, 這成為了廣東幫潰史上,第一次大規模的幫派火拼的道火索,隨著武當人馬傷亡的增加,一場大戰一觸即罰,武當的人也不是怨恥子,任人難捏,李巴山是武當派的堂主,同時他船有另一個身份,那就是民淵國大學時鎮民耀的事為史,在枕魔雪也是官方在職人魂,在少林與武當私下蟹斗,越來越烈的情況下,他直接調動了朝廷的人馬, 以鎮壓黑幫的名義與少林佛生火拼,同時武當也派出了高手,武梅斯泰就是其中之一,雙方在激烈火拼中,方勢欲如武梅斯泰發生了交手,武梅斯泰雖然武功高強,但架不住方勢欲年輕力壯,並且船涌有著同跟鐵骨的不佩之身,打了二十回合也沒有分出高低,甚至武梅斯泰旋略處下風,就在這個時候,武梅斯泰以多年的實戰經驗, 發現了方勢欲的召喚,造門是雜摩,其實就是連武刀參不入之人,唯一的命門,這個命門一旦被擊中,結果就是輕者傷,重者亡,在天隆下江南中記載,當兩人交手到第三十回合時,方勢欲被五梅斯泰一腳踢中古道召喚,當時就爬不起來了,其中所說的古道,其實就是江門,是年近二十四歲的方勢欲。 就這樣被五梅斯泰踢江而死,真的是一世英明毀於一旦,通過以上四個階段,我們了解了真實的方勢欲,看到者來,有人肯定他產生質疑,那就是在真實歷史中,方勢欲是否確有其人,確實,有學者對是否確有其人產生了質疑,質疑者普遍認為,歷史上根本沒有方勢欲這個人,方勢欲,只是清末小說虛究的反面角色而異, 雖然,方勢欲在影視劇中的事跡有模有樣,而且在一些文國時期的,講述各種武術歷史的書中,也是頗現記載,但是,要揭開方勢欲是否確有其人的真相,就要查找各種史料,但很可惜,有學者在查閱了無數正史夜史,甚至是地方誌,都沒有查到,關於方勢欲這個人物的任何記載, 那麽這個人物到底是怎麽來的呢?原來最早記載它是即的,是一本叫做聖朝頂聖脈年青的書,這本書問世於清末,又名天龍由江南,其中講述的時,天龍皇帝在下江南的途中,與各種黑道不法分子斗字斗用,最終將它們一網打盡的故事,在聖朝頂聖脈年青問世後,大清很快就滅亡了, 民國時期的一些權詩本著反清的精神,對書中方勢欲等反清人物的設定,大為不滿,於是將它們改頭緩眠,寫入各種講述權術武功的書中,於是本來算是邪惡勢力的方勢欲,搖身一變,就成了一位正面人物,這其中,的代表就是陸士惡和他所撰寫的全經,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,肖視電影公司大導演張徹,看上了方勢欲的故事,將其改編的故事, 為劇本,取名叫做《方勢欲如紅器官》。由當時的功夫巨星鎮觀泰飾演紅器官,《方勢欲的演魂》,則算定了當時還默默磨敏的附身,電影上映後,在港台乃至東南亞引起很大反響,《方勢欲》一時間佳如胡曉,《本是新人的附身》一夜成名,成為公透雙江的武打攻心,附星此後,先後在《方勢欲如胡為潛》,《少林子弟少林子》等影片中, 飾演《方勢欲》,成為《方勢欲》代言人,《方勢欲》也成為《家喻胡曉的銀幕英雄》。與此同時,拍攝有關《方勢欲》的電影,也在台灣成為潮流。而台灣飾演《方勢欲》的代言人首推孟菲,從1976年開始,孟菲先主演《尿傳奇方勢欲》,《方勢欲大破梅花春》,《方勢欲紅器官綠》、《雅彩》等多部《方勢欲》電影,在台灣掀起一股《方勢欲熱》,孟菲先主演《方勢欲》《瀟灑欲》,《方勢欲 淌進入不凡,比附身上約更升一籌。到了九十年代,《方勢欲》再次在銀幕上掀起熱潮,《借刺的代言人則是李連傑》,《在1993年李連傑放棄了》,繼續主演《徐克導演的黃飛鴻》系列影片,他自己創辦了鄭東影視公司,將拍攝公夫皇帝《方勢欲》作為公司的創業之作,影片陣容頗為強大,由著名武術指導員灰擔任導演李嘉欣蕭芳鎮從勇, 胡惠宗等當紅英雄聯合主演,《船爪黎李連傑在內地武術罪的罪友》,《貴春華跳文卓出演反派》,《最終上映後取得了不足的票房成績》,《在香港重新掀起了方》,《勢欲熱李連傑索造的方勢欲形象》,《舞打動作乾脆利落》,《舞打招數眼花遼亂》,《比起前輩復生孟非顯得更為出色》,就這樣通過《晚清文國民人》以及《全司的兩次創作》。 加上《港台影視劇》的三次推動,一位本來在清朝歷史中,拼不存在的人物,地圈染成皆與胡曉的英雄人物,總觀方勢欲者的虛構人物的走紅過程,其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,第一階段晚清時期的反派盜匪形象,晚清御用文人,為了吹捧天龍皇帝的所謂風公衛者,編造出了方勢欲者摩一個小說人物,甚至與現實中本就存在的紅戲、官等歷史人物, 混雜到一起,一時間如目混珠,讓世人真假難辨,第二階段民國時期的反清浮明形象,民間有高漲的反清情緒,民國民人為了宣傳反清,就將滿清與用文人創作的反派角色,改頭換臉,方勢欲搖身一變,成了反清浮明的英雄豪傑,第三階段現代皆與胡曉的銀幕英雄,港台影視劇,以附生孟非,李連結三位功夫明星為代表,將方勢欲 頻頻頻搬上銀幕,方勢欲名聲大噪,一時間家喻胡曉,質疑者普遍認為,方勢欲作為一個虛咎的反面角色,歷經以上三個階段,竟然最後成為了一位家喻胡曉的英雄,而且絕大多數世人,算把他當作歷史上的真實人物,拋開方勢欲是否確有其人借過問題,我們反正知道了,電影里演的方勢欲都是假的,雜魔將異素材,平時如佳里雙倫都相處融合, 其實都是虛咎的,方勢欲在清朝時期最初的形象那,就是從小就生聖好斗,未是以打架取落,聖子外放,不知修煉,這才為自己招來了曬身之禍,但凡他能夠修煉一下聖情,他也不繪落得,一個被司太踢崗而死的下場,想想都窩囊和刁人,真的是有損他的笑合形象。